有香港人因摩洛哥较早前停止国际航班而滞留当地 港府说暂时一共接获147人求助 大约一半是旅行团成员 另一半就是自由行 当中大约72人经港府和航空公司协调之后 拿到机会返港或者已经作返港安排 当局说民航处积极向还有航班飞去摩洛哥机场的航空公司争取机会